接下來我們第七章要開始 前面講的運動學 不管是一維二維的運動 很快把你學的東西又復習過了 基本上左眼的角度是物體 我們著重的是它運動的形式 不管是圓周運動 或是有摩擦力 或是二維運動 拋體 接下來我們的物理 就要往更深層次的地方去探討 是什麼東西讓物體能夠碰 讓物體能夠動的這個東西 它怎麼樣子讓物體去做運動 我們就要講到 第七章這個地方要講的兩種能 一個叫動能 一個叫衛能 我們第一章先講所謂的動能跟功 Kinetic Energy就是所謂的動能 Kinetic是所謂的動能 Kinetic Energy有時候我們會簡寫成KE 就是所謂的動能 或有人寫EK也可能 薄荷就是功 首先我們來先講什麼是動能 基本上只要是物體在運動 它就需要能量 所以我們現在講 能量呢 什麼能量呢 什麼是能量 能量它是一種量值 這種量值呢 它會作用在 或是出現在什麼呢 object 就是所謂的物體 或是system of object 就是一堆物體所形成的這個系統裡頭 這個能量會出現在這些地方 好 那這個能量呢 可以從一種形式轉換成另一種形式 或是從一個物體 轉換成另一個物體 那這是我們能量的一個特性 那基本上呢 在一個封閉的系統 closed system 我們的能量是concept concept是所謂的守恨 concept也可以翻成保守 當然是守恨 好 那簡單來說呢 假設一個系統是封閉的 你裡頭有各種形式的能量 這些能量可以轉來轉去 但是它不會不見 在這個封閉系統以後 多少能量都會在裡面 那這種情況就是所謂能量守恨 這大家都知道 好 那在這裡頭呢 我們就討論其中一種形式 叫所謂動能 動能 那同時呢 也討論一種 把能量做轉換的形式 就是所謂做工 做工是一種 把能量去做轉換的一種方式 好 那我們來講 我剛剛是講能量嘛 那現在什麼叫做動能呢 基本上來說 我們如果說一個物體它動得越快 那它的動能就會越大 那再來呢 對於一個靜子的物體 stationary object 就是所謂的靜子 stationary就是靜子的 object是物體 一個靜子的物體呢 它的動能是0 那我們一般 假設我們的運動的速度 遠低於光速的話 那這個動能的定義 你們都知道 k-1mV平方 這個是我們 這個 很小的時候就學過的對不對 好 那它的單位呢 動能單位 因為反正能量單位 你不懂它叫什麼能 比較是能量它的單位 就是交耳 一個交耳 那一個交耳呢 相當於公金 所以公尺平方 所以鳥普方 這個 大家都知道了 好 那在這裡頭呢 第一個我們要算動呢 這個呢 就刻本就講一個故事啦 這個故事是什麼呢 這樣子 這個故事講的是一個很中二的故事啊 不要以為 中二這個 這個 這樣的一個行為 現在才有 幾百年前 沒有幾百年前 1896年是多久 100 現在21嘛對不對 一百 一百二十五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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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是九月十五號 今天是九月十九 十月十九號對不對 就差不多剛好一百二十五年前 再過一個月 在德州的這個瓦口 這個瓦口 這個地方 他們做了一件事情 為什麼說這件事情很中二呢 因為呢 他們去做了一個 一個表演就是讓火車對撞 火車對撞 或是要做火車對撞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 這個德州這邊呢 在這個地方呢 他其實在當時是在做這個林業 很盛行的地方 就砍木頭啦 然後他們用火車去運送 那當時的火車是蒸氣火車嘛 對不對 然後當時呢 因為要林業要運很多木頭 所以就蓋了非常非常多的蒸氣火車 就一直送 一直送 好 那可是呢 當時的火車 他們 那個 他是從這個 德州 堪薩斯州 還有一個 什麼州 三個地方合起來 所以 那個他的這個縮寫 那火車通常都叫做 Kitty 台幣貓 叫Kitty Kitty 對 那當時呢 因為火車很多 好啦 可是後來發現有更新的火車 以前那個小火車開的速度比較慢 新型的火車開的比較快 可是那你以前又做了買了很多啊 對不對 買了很多怎麼辦 那你就只能堆倉庫啊 那倉庫堆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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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用啊 對於商業來說的話 你一個東西賣不出去放在倉庫 他就一直減準他的價值 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做什麼事情呢 他們就想說 欸這個火車對撞好像是一個好生意 為什麼火車這樣好生意 如果可以讓大家來看火車對撞 對不對 你看這多中二 對不對 就像你們坐兩台車去對撞 對不對 打那個雷塔一樣 如果火車對撞 可以當做一個表演的話 也許可以賺錢 反正火車那麼多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這個人 這個 Way Crunch 這個人 他就說 我們再來計畫一件事情 所以他們為了這件事情去挖口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本來是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 他特別從那邊再蓋一條鐵尾過去 他怎麼做這個生意呢 其實大家可以想想看 他就說 如果去看火車對撞 一般來說就要收門票對不對 不對 他不收門票 去看這個火車對撞不用錢 那他聰明點在什麼地方 他就故意把這個對撞 他說因為對撞可能危險 所以要找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 要空曠嘛 要比較遠離市區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火車對撞啊 不收錢 但是呢 因為你要到那邊很難過去 對不對 因為我不是剛才蓋一條鐵路 可以過去那邊嗎 對不對 你坐我的火車要錢 一次兩塊錢美金 他就收你車票錢 他說對撞看不用錢 你有本事自己去 當OK 但是大部分人是沒有本事去的 所以就只能坐火車過去啦 那因為火車對撞 其實你會想到 現在大家 要你看這個火車對撞秀 可能也不會那麼多人看 你現在太多可以玩的東西 對不對 你可以玩手遊啊 對不對 你可以上網啊 你可以玩很多很多東西 當時根本沒有什麼娛樂 對不對 所以火車對撞是大事喔 就很多人去看喔 好 所以呢 當時呢 有多少人去看了 這裡說有3萬名觀眾啊 當時在那個地方 找出3萬名觀眾 是很恐怖的事情啊 好 那他怎麼做呢 他就把兩個火車 他就蓋了一條鐵軌 這條鐵軌的全長呢 這條鐵軌全長 是6.4公里 然後呢 這個火車喔 這個火車 對不對 蒸氣火車對不對 好 示意圖啦 示意圖啦 蒸氣火車 然後就讓他 這樣走過來 這樣走過來 然後去對撞 然後這裡當然有很多觀眾啊 對不對 有很多觀眾在這邊 觀眾在這邊 觀眾在這邊 滿滿的觀眾這樣子 好 那所以呢 他就 反正就很多人 很多人去看啦 那所以 這兩邊呢 他就 找司機人上去 啟動 加速 對不對 然後加完速之後呢 就跳車對不對 全部都跳下來 不然火車 這個人在上面拖恐怖啊 對不對 跳車 好 結果呢 就去對撞了 等一下給你們看這個影片 對撞影片 對撞了 結果很不幸 當時 就是 本來他們說 這個 負責這個對撞的 這個工程師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威廉 這個人 他說他們鍋爐特別設計 果不會爆炸 很不幸的撞完之後呢 就真的爆炸了 所以呢 有這個好幾百人 被那個爆炸的碎片 噴發 受傷了 然後死了兩個人 被那碎片噴到 打死了兩個人 然後有一個攝影師 很衰 剛好被那個 飛出來螺酸 打瞎了一隻眼睛 所以 這個 所以這個在美國歷史上 是很有名的一件事情 1976年那邊 還有第一個碑 對撞碑 對撞碑 好 我們現在來看影片 再來 再看這個題目吧 好 很有復古美國的影片 就這個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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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之前呢 他們火車 撞車的 也有一些火車撞車事故 撞車怎麼撞也沒有對撞來的 感覺 比較有趣 好 你看 好 就這個車 然後這個是當時的 這個 那些 那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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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不是對撞的時候 這對撞就很恐怖了吧 那只是去那邊的人 你看有多少人 好 那不要跟德州的聲音 是很大的 你 你看 這對撞前 這個不是真來假的 有沒有 這是模擬啊 好 好 拍這張照片的人 在 一兩秒後 被我貓把蝦裡直接撞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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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完之後 雖然有死人 有受傷 都在跑去把殘骸給帶回家 好 真的是很神奇 好 好 最後就是那個對撞的影片 好 看他趕快跑下來 有沒有 Public demonstrations of steam locomotive collisions continue to be done despite the danger as it's filmed on the California State Fair in 1914 hershine power there are no more boiler explosions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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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以前的人 也真是無聊 不過也就是 就是要這麼無聊 科學才會 才會眼鏡 好 那我們就回來看這個題目 他說 現在呢 我們這個 這個 Locomotive這個 這個 算不算是機車 其實這個 你要知道就是蒸汽火車 好 那這個 Locomotive這個 東西呢 它的重量 注意到位置 它的重量 是1.2x60mL 重量 W等於1.2x60mL 重量 重量 不要忘記 W是什麼 W是MG 好 然後呢 這個火車呢 假設用等加速度 我的A 是0.26mS平方的話 那他想要問 當對撞的時候 兩台車剛好對撞的時候 那它的動能是多少 那它的動能是多少 剛好對撞的時候 動能是多少 怎麼算 怎麼算 我們知道 K等於1 2mV平方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需要知道資訊是什麼 我們需要知道M 我們需要知道V 對不對 好 那這個題目呢 很隱晦的把M給藏起來了 你不要直接用這個去算喔 這是重量 不是質量 對不對 所以 怎麼算出質量 是不是 把這個M 是不是 又相當於 1.2乘以10的 6次方 牛頓 除以什麼呢 9.8mS平方 對不對 對不對 質量到這樣 得到嘛 對不對 那對撞時候的速度怎麼辦 我們要只有加速度啊 然後 唯一還有知道資訊是 這個軌道是6.4公里 就是6400M 對不對 6400M 那怎麼得到最後的速度 你只知道加速度 頂多你知道什麼 距離 兩個這樣走的話 各走一半嘛 對不對 所以每個走3200M嘛 對不對 你知道距離 你知道加速度 那你可以有哪個公式 如果是等加速度的話 你要有哪個公式 你想要知道的速度 哪個公式 五個公式啊 對不對 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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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哪個公式比較可能 猜一下嘛 猜一下 有哪個公式 有 我們現在要知道的是V 對不對 要知道V 那我現在有A 我也有S 那哪個公式最有可能可以用 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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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是多少?0.26 2乘上0.26乘上距離是3200 這樣子嘛 所以V就可以解出來了 最後呢 你有m的你有v的 所以我k就等於2分11 m比0方 對不對 當然你可以不用這麼算 你直接用這個4就可以算了 對吧 直接用它 因為你有這個 你有這個 你兩邊乘上1分1m就好了 對不對 這也可以 但是沒有東西一件事情喔 你要是兩台對撞 所以最後要怎麼樣 乘你2 為什麼 兩台火撐嘛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來 所以第一個用這個公式 V秒的V秒加2s 對不對 那所以算出來的速度呢 大概是40.8m 所以在對撞前的那個瞬間 速度是40.8m 或者相當於時速147對不對 第二個我要把重量換成質量 所以呢 1.23乘602m 重量除以重力加速度9.8m 注意到這個是 位可 位可是重量不是質量 所以得到我的質量是1.23乘50公斤 好 這上面寫的啊 那最後呢 K等於什麼 2倍的1 2分之1m的平方 因為它兩台車對撞對不對 所以呢 它乘起來 最後就得到2.0乘80乘50公斤 再算了齁 其實 刻本其實都類似這種啦 不是很難 但是 就考你一點點觀念而已啦 在這裡齁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呢齁 就是公跟這個動能 風跟動能 好 那我們說假設我們今天要改變一個物體的這個動能的話 那你必須要怎麼樣 把你的能量由一個物體傳送到另一個物體去 那這個把能量傳送的過程 透過力把能量傳送的過程我們稱之為工 那所以呢 工可以怎麼樣 這個透過力供在物體上面 那所以呢 工是怎樣 能量從一個物體傳入 傳入或是傳出一個物體的 透過力傳入一個物體的一種方式 那如果能量傳入物體呢 所做的是passing或我們所做的是正工 那如果能量從物體傳出去呢 做的是復工 這樣子 好 那這是基本的一個定義 那這個 所以我們要對這個物體做工 你就必須把能量給傳過去 比如說你丟棒球對不對 你丟棒球就會做工 那如果你推的不可以移動的強呢 那其實你不會做工 因為你並沒有真的把能量傳給他 ok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從這個 一圍運動的速度方式 其實就是剛剛 等一下我們用到剛剛的方式 我們說 假設我們知道 ref給mx的話 那剛剛我們不是以為公式 是 b0한데 b0恒 我們用V0方等於V0方加2ad來表示的話 那兩邊同乘以二分之一 我們上次上課的講對不對 如果把兩邊同乘以二分之一m的時候 我再寫一下 如果V0方等於V0方加2adx 同乘以二分之一m 對不對 然後就會變成什麼呢 二分之一m V0方等於二分之一m V0方加上二分之一m 乘以二adx 這樣 好啦 所以最後就等於什麼 二分之一m V0方等於 二分之一m V0方 加上什麼呢 二分之一二分之一消掉 二分之一跟二消掉 太小了 dx 好 這個就等於 ma dx 那你知道ma 其實就剛剛f 那如果這個距離 那如果是f乘上距離的話 它就是公 二分之一mv平方 mmv0平方 加上什麼呢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什麼 做工 好 那這就是這樣子來的 根本有儀象 沒有儀象沒關係 那 所以呢 在這邊 左手邊 全部都是什麼 能量改變的形式 因為這是動能 莫動能 減掉出動能量改變的形式 相當於 逆程上我的位移 所以 公的定義是這樣子 為什麼公推一個肚體 一個距離 它就是能量呢 其實就是用這一套式子 告訴你的 它告訴你 就是這樣一個形式 好 所以呢 我們就定義 w 在這裡頭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就定義 w 等於f x 告訴你 其實也在一個方向去 推動它 好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那當然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看為什麼寫x呢 因為我們去推動一個物體的時候 你不一定推的力 是跟你的這個移動的方向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真的去計算這個物體 在移動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 你私的力是跟你的位移方向一樣 所以我們只能算什麼呢 力在這個物體位移的這個分量 這個才有意義對不對 對不對 那如果你私的力 是垂直位移的話 你做的功就是0 那個力 不能跟你的位移做相互垂直 那假設的力跟位移呢 比如私的假假是一個 phi角的話 那我們所作的功可以寫 Fd f乘上 dcosph 那事實上 所以功呢 它就是一個什麼 我們說這個功 它其實就是一個 應該說是兩個向量去dote 因為力是一個向量 位移也是一個向量 對不對 那其實就是mdcosph 那其中這個phi 是力和位移的假角 那我們會寫成向量相內積的一個形式 那你要習慣用這個向量 因為這個大學之後呢 幾乎都要用向量了 那習慣用它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 所以 在這個 這個 這些公式呢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注意 在這樣寫的時候呢 我們先 暫時是把力辦成常數的 我們在後面 上來後面的時候 我給你講 其實力不一定是常數 力會變 那我們就用別的算法去算 那物體呢 它會類似指點 那不要忘記 我們剛才講 什麼樣的東西 可以加它為指點 一個是物體 你彼此之間沒有相對過癮 它移動的時候大家就會行動 所以你可以當一個指點來看 如果你丟出去變形 像麻糬這樣變形的話 那你就不能這樣 因為它這樣變形呢 也會怎麼樣 也會吸收能量 所以公式就會不適用 所以 基本上呢 我們這個公式 暫時先把力當成常數 第二個呢 我們把物體呢 當成類似指點一樣 就解決結合了鋼體 好 好 那當然呢 力可以是正的或是負的 你知道這個內積 內積的指蛋 這個夾腳偏是正攻 也是負攻 好 那這裡有個例子 那這裡有個珠子 這個壁 這個是珠子 珠子把它放在一條串珠 放在一條 這個 繩子上面 那我今天全拉它 但是我是斜斜的拉它 那這個 Y上面這個壁的這個珠子 如果這樣就拉它 它會有分成兩個分量 垂直分量不做功 水平分量呢會做功 所以當我去拉它的時候呢 一開始的時候 我的動能比較低 那 在 如果一直維持這個角度去拉它 它動能呢 就會越來越高 那 真正有做功就是 無疑的這個分量 大概概念也是這樣子 好 那公的單位呢 因為公可以跟動能 互換反而都是交而 對不對 能量也是交而 所以它單位也是交而 那 音字的話呢 就是什麼 就是因此乘上你的什麼 因此乘上你的棒 那 就是這種比較少費用啦 就不管它了 OK 那 所以呢 假設 對一個例來說 那假設它做正光的話 表示什麼 我力向量的這個分量呢 跟位移的方向是同一個方向 那做副光呢 代表是我力的這個向量呢 跟位移的分量呢 是反方向 那垂直的時候呢 就會做浮工 那 基本的 內積告訴你的概念 好 那當然 如果你有兩個以上的例呢 你可以去做一個 Network 這不是網路啦 這進攻 那 這個兩個以上的例呢 它的進攻怎麼算呢 你可以由 單獨的例所做的工把它加在一起 那 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把單獨的例 你也可以先把它 例先 算成向量 合向量算完之後呢 再由這個合向量的例 跟位移所做的工 來做計算 這樣也可以 所以 加在一起算 分開算 都可以 好 所以呢 前面都是基本概念 那這時候我比較講那個 功能定理 功能定理 好 那這個功能定理呢 好 那這個功能定理呢 就是我的這個功 這個動能的變化 等於它的K 就是Kf-Ki 就是莫動能-初動能 會等於你所做的工 也就是說 我動能的改變量等於 近的做工 那 有時候我們也可以把它移向 Kf-Ki加3 就是 我莫動能等於我的初動能 再加上 所做的工 好 這個都只是一個 概念性的一個問題 好 好 那當然功能定理告訴你啦 說我們的工可以是正工 也可以是復工 那 譬如說 這個 如果說 我們說 一開始例子的動能是5交耳 那今天如果傳了2交耳到例子裡 我當然就是 動能變成7交耳 就做正工 傳進系統裡頭 那如果兩個交耳從例子傳出來 我最後動能剩下3交耳 那就是做復工 對不對 那 這個就是我們的 簡單的功能定理而已 好 這個應該都沒有問題 這應該都 模動程度的物理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這個checkpoint 那你們去看看 剛剛 這個學的有沒有問題 他說 他說 這個例子 他沿著X方向移動 那 如果說 他想要問的問題是什麼呢 在下面的幾種情況下 他想要問 例子的什麼 他的動能是增加減少 或者是不便 如果 例子的速度 一開始是負3ms 到負2ms 到負2ms 這A小提情況 B小提從負2到2 那C小提呢 他問的是說 那在上面有兩種情況下 到底是 這個 這個 對例子做 做的是正攻 負攻 或者是零攻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 今天 我們所謂的做工 就是把能量 就例子的能量 出動能 莫動能 大家發生改變對不對 如果一開始是負3 他速度是負3ms 變成負2ms 那請問一下例子是 得到能量還是減失去能量 我們的能量正比於一平方 對不對 所以3平方跟負3平方跟負2平方 比起來是負3平方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到後面的時候 我們的動能比較少 對不對 所以例子是失去能量 對不對 好 那第二個呢 如果從負2到2 一個是負一個是正 可是我們講的動能是 速度平方 對不對 負2平方就是4 2平方也是4 所以它不變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情況是 我們能量降低 對不對 第二個能量是不變 所以 A的情況是 例子做的話 復攻 對不對 第二個呢 基本上就是做零攻 對不對 所以前面的是 失去能量 所以是復攻 後面這個例子 是不做攻 沒有可變 好 那這也沒有 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算很簡單 好 接下來 這邊簡單說 講很快 接下來我們來講的是什麼 重力做工 重力做工 好 那重力做工我們來看一下 那工可以 由各種形式的力去做施展 對不對 那如果是重力做工的話 我們可以用來 工是什麼 重力所做的工 這個WG 這不是重量 這個W是工 重力所做的工 可以顯然mgdcos5 那什麼意思呢 看一下 好 朝下 當然是mg 那如果考慮方向的話 是負 對不對 那假設今天呢 我的這個做標準是這樣子啦 這是x 這是y 那我現在只講y啦 往上為正 對不對 所以我例子從這邊 我受到的重力是負mg 然後呢 我又往下位移 下位移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負y 那當然你也可能 有一個角度啦 你也可能有一個角度啦 那假設這個角度叫c 叫做fine 就是在考翻 好 所以我的做工 f 做成d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的例子負mg 負mg 然後你的方向是負y 應該這麼寫 mg 然後負y 負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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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是往上走 那這個夾角的180度 那如果是180度的話 所以物體往上升 夾角是180度 所以呢 我所做的工是負mgd 如果是自由落體 夾角是0度 所以呢 是得到正的mgd 負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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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有問題 這個應該很簡單啦 ok 好 所以 就是說 今天呢 不管我們把一個物體 這個lift in lift in 就是往上升 low in 就是往下降 那 這個 我們在把物體往上升 或往下降的過程中 我們就會對它 做一個工 所以呢 我們這個delta k 所做的工 delta k delta k 相當於 wa wa什麼 今天我把加速度所做的工 以及什麼呢 wg 重力所做的工 好 我們先下個休息時間 等一下再繼續 好